姚明麻烦了,辽宁男男小周琦突然受伤,或就此退役 大家好,我是三封说球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篮盘,聊一下CBA 距离CBA连赛开赛只剩下最后十天的时间 作为上个赛季的CBA走亚军 今年全运会的全国冠军 辽宁男男的唯一目标,今年仍然是争夺CBA走冠军 但近日辽宁队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近日有消息爆料,辽宁男男队内素有小周琦称号的孙凯琦 在日常的训练中突然遭遇了手腕扭伤 如此一来,他就将缺席新赛季的第一个阶段的比赛 之前有消息传出,辽宁队的核心中锋韩德军 利用第一个阶段的比赛将进行伤病恢复 第一个阶段很有可能会退赛 韩德军受伤退赛以后,作为内线球员孙凯琦将会获得一定的出场机会 同时也成了辽宁男男比较依赖的内线 但就在这个紧要时刻,孙凯琦竟然在训练中受伤 主帅杨明可以说是遭遇到了大麻烦 新赛季他在内线球员用兵点将上有些捉襟见肘 很多辽宁球迷对于孙凯琦这名球员比较熟悉 他身高2米07,体重却仅有92公斤 身体素质和体型与现役中国男男主力内线周琦有很多相似之处 孙凯琦的弹跳和三分球都相当不错 虽然被称为小周琦,不过实际上孙凯琦比周琦年纪还大了三岁 当年刚刚进入辽宁男男一队的时候 因为各方面条件和周琦非常像 很多辽宁球迷对他是寄予厚望 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周琦的高度 当年老叔郭世强对孙凯琦非常看重 给他的地位是当时李小旭的队内地位 所以孙凯琦刚进入一队的时候 也算得上是辽宁男男重点培养的对象 不过在CBA联盟争战了五个赛季 孙凯琦却从来没有兑现过自己的天赋 孙凯琦虽然身高不错 弹跳以及外线投篮都相当优秀 而且受到郭世强和蒋星权的青睐 但他并没有把握住机会 因为自己身体实在太瘦弱 在内线的对抗中非常吃亏 这些年孙凯琦大伤小伤不断 几乎没有怎么正经打过比赛 从辽宁男男打到CBDL 再到辽宁男男的三人篮球队 孙凯琦是越打越倒退 在辽宁男男效力这么多年 至今孙凯琦仅代表球队打过八场比赛 当然很多辽宁球迷有些看不懂的是 虽然年年打不上球 但辽宁队是年年为孙凯琦注册 不过说来这个孙凯琦也算是辽宁男男的辅将 他曾经随队拿到过辽宁男男队史的 唯一一座总冠军奖杯 也算是辽宁队的冠军成员 在辽宁这么多年 孙凯琦近四个赛季出场机会寥寥无几 好不容易等到韩德军受伤 孙凯琦作为内线球员等来了机会 这个关键时间孙凯琦却受伤了 28岁的他这些年几乎是每年都在和伤病做斗争 28岁不再年轻 和他却只有8场CB出场记录 而且他属于玻璃体制球员 年龄没有优势 身高又不行 更没有什么篮球经验可谈 或许这一次再次受伤之后 他可能会就此退役了 从进入辽宁男男一队至今 孙凯琦没有兑现过天赋 如今杨明正是用人之计 孙凯琦又再次受伤了 这一次受伤很有可能让孙凯琦 就此退役 28岁的孙凯琦 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惋惜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三峰的给三峰点一个关注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谢谢大家 再见